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走进咱们这个嗓音操练的课堂 我这本书是专门为一般的嗓音从业人群写的 尤其是为嗓音经常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教师而写的 下面我把分散在书里各篇幕的内容 浓缩化减成几个动作从一到南编排成三个部分的练习 我们会具体的讲解这些练习的内容和要求 最后我们会请王爱聪同学完整的示范一遍 大家可以跟着一块练 任何体力的活动都要讲究均衡的用力 不要局部用力 局部用力就很费力 也很容易疲劳 很容易受伤 均衡用力就很轻松 不容易疲劳 不容易受伤 咱们打个比方 有五十斤大米在这儿 如果你是用一个指头去勾 我想一般人都勾不起来 就算你勾得起来 你这手指很容易受伤 如果你把力量分布在五个指头上 用五个指头去抓的话 就轻松多了 但是也是很容易疲劳 如果我们把五十斤大米放在肩膀上 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这个腹肌 腰肌 背肌 甚至臀部 大腿 膝盖 都会一起用力 这样我们就轻松多了 嗓音的使用 道理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嗓音哪里发出来的呢 大家都知道 是在猴头 长在猴头里头的声带震动发出来的 这个是放大了的模型 我们可以拆开来看一看 这个是舌骨 这个是猴头 声带就长在这猴头的里边 这声带就长在这猴头里 两片像剪刀似的 呼气的时候 闭拢 然后气流通过声带 引起声带的震动 就出声音了 但声带震动出来的声音是非常小的 通过人体 各个共鸣枪 取得共振 这样出来 才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 一般人以为 声带长在猴头这个地方 就使劲地在这个地方用力 这样就很费力 嗓子也很容易受伤 如果我们动用上下的部位 身体能够用到的力量 都一起来用力的话 这个嗓子 喉咙的负担 就可以大大的减轻 往上 我们可以练练嘴皮子 让字音清晰一些 字音一清晰 你就不用太大的音量 还有 我们通过 深吸气 类似打哈欠那样 深深吸一口气 使得我们的鼻咽 鼻咽腔疏通扩张 这样我们就能获得 比较好的上腔的共鸣 获得比较好的鼻咽腔 头腔的共鸣 这样我们嗓子负担 就减轻一大块 更重要的是 下面 如果我们的腹肌 配合上腰肌 配合上下面肚脐以下的部位 都稍稍收紧 用这个来 这个下部的力量 来支撑声音 来调整 气息的轻重缓急 那我们上面的部分 就可以大大的减轻 下面再给一个概念就是 三积极 三放松 也就是说 我们在发声的时候 身体的有些肌肉 是必须用力的 不用力 声音不响亮 有些地方是必须放松的 如果不放松 音色不好听 声音的效果不好 我们只有在 该用力的地方 用力 该放松的地方 放松 那 声音的 这个共鸣 就会比较好 哪些地方该用力 哪些地方该放松呢 三个部位 一个是刚才说到的 肚子 说通俗一点 就是肚子 说的专业一点 就是横隔膜 咱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横隔膜 横 就说 这这片肌肉 就是横着长的 一片肌肉 隔 就是隔开 胸腔的内脏 和腹腔的内脏 胸腔 横隔膜 长在这个地方 胸腔里头 它有心脏 有肺脏 气管 横隔膜的下面 就是腹部的内脏 腹部的内脏 就有胃 肝 胆 肠 肾 肾 横隔膜 膜 那就说 这块肌肉 就好像膜 这样的形状 膜状的肌肉 我的书上有图 但是 看图有时候不太明白 我们试试看 想 回想一下 我们平时哈哈大笑 笑到肚子疼的时候 是疼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平时笑到 肚子疼 最疼的那一片肌肉 就是横个膜了 还有 哈哈大笑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肚子在 不断的弹动弹动 这块弹动的肌肉 就是横个肌了 横个膜了 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试一试 或者是用冷笑 哼 很瞧不起那个人 哼 哼 有没有感觉到 有一块肌肉 肚子里头有一块肌肉 跳一下 这跳一下的 这一片肌肉 就是横个膜了 这横个膜 在用声过程中是 必须很用力的 如果它不用力 猴头 它就很负责任的 它就来帮忙用力的 它一帮忙就帮倒忙了 一方面 声音不好听 喉腔关闭了 它一用力 喉腔就紧张 收紧了 声音不好听 更要命的是 它本身很容易受伤 所以横个膜这片肌肉 腹肌 甚至波及到我们整个腰带 一圈的肌肉 都要让它用力 肚脐以下的大腿 膝盖 臀部 都一起来用力的话 你会感觉 这个声音非常自由 非常轻松就发出 有一种立体感的声音 声音就浑厚一些 一般来说 教师如果用这样的声音 去上课的话 会给人一种 有自信的感觉 很稳重 可靠的感觉 给学生印象很好 觉得你身体好 你说的话 你说的内容 很可信 很可靠 第二个用力的是笑肌 你稍稍笑肌 有点抬高的话 口腔内部的空间 就加大一点点了 我们人体的共鸣 只要加大 一点点的空隙 马上声音就不一样了 不需要加大很多的 这里强调的是 在笑的位置上 来发声 小说家都会形容 姑娘的笑 像银铃般的清脆 说明笑的声音 是最好听的 为什么好听呢 因为笑声 它一定是往上 往上摆 往上发散 它的位置比较高 我指的不是音调高 当然音调也会稍高一点 同样的音调 也有声音位置 高低的问题 假如你是愤怒的时候 这声音位置 一定是低的 骂人的时候 哭泣的时候 声音位置 马上掉下来了 这声音就不好听 如果我们用 笑的位置来发声 这个声音好听 清脆 响亮 柔和 所以我们平时 说话的时候 尽可能心情愉快一些 只要你一高兴 哪怕你只做一个笑的动作 马上它就有生理上的改变了 肌肉就松开了 顾铭腔就松开了 这样出来的声音就比较好听 而且 嗓子负担轻 不容易累 比较耐久 尽可能 声音是往上走 从肚子开始发力 但是它是往上走 感觉我们好像在肚子这个地方来 咬字 然后 从眉心来出声 这样来发声的话 我们讲很久时间 都不会累的 嗓子不会累的 也不容易受伤 如果平时有些朋友 因为不懂这个道理 长期靠挤压喉咙 局部用力的方式来说话 已经出了嗓音毛病的话 你试试看 用这样的办法 将来就用这样的办法去说话 再加上 待会我会教一些练习 你就用这种方式去练声 久久之 你的那种不良的刺激 就越来越少了 不良刺激减少之后 原来的嗓音毛病 就会不知不觉的消除了 第三个用力的地方是软饿 待会我会有一种 张嘴的练习 就是哈欠张嘴 我们做一个自然打哈欠的动作 软饿就抬高了 软饿稍稍一抬高的话 口腔共鸣就比较好 这是三个地方 三个部位要用力的 三放松是哪个地方的 第一 下巴 第二 舌头 第三 喉咙 这三个地方 只有放松了 你的共鸣 才通畅 三个地方离得比较近 只要有一个地方紧张了 三个地方会同时紧张 所以我们下面的一些练习 就是让你一块一块的去放松 放松下巴 放松舌头 放松喉咙 只要你的下巴 舌头放松了 喉咙 它就容易放松 这三积极 三放松 咱们要记住 练声的时候 要以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观念去练 平时用声的时候 也要 以这样的观念去用声 当然 一开始 我们不容易做的自然 万事开头难 如果你 突然间 平时没有人提醒你 要这样子用声 现在突然间 有人提醒你 你长期形成的习惯 突然间 打破了 长期形成的平衡 突然间一打破 你会觉得 好像 不会说话了 不要紧 有这么一个阶段的 你要去练 练多了 它就会练出一种 习惯 习惯成自然 当你到了 自然的阶段之后 打破了原有的那种 错误发生方法的自然 然后 你进入到一个 不自然 不自然的阶段 你通过练习 获得了新的习惯 建立了新的平衡 新的 自然之后 你就会觉得 你的嗓子越来越好用 你的嗓音越来越好听 好 下面我们就 具体的 讲解我们的练习内容 和要求 下面请 王爱聪同学 一起来配合示范 第一个部分 主要是操练我们的 咬字器官的 首先把我们的咬字器官 这部分的肌肉 给练的 比较发达 强壮 灵活 这样 我们的字音 就可以减轻负担 我们可以很轻巧的用力 然后字音清晰 字音清晰 我们的音量 就可以不用很大 不要小看 这些不出声的练习 它就是在磨刀啊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咱们就通过这些 每一部分 一部分的肌肉的操练 打造一个 很好的 咬字之器 注意我这个练习 名称叫 抬头张嘴 而不是张嘴抬头 这个练习是 从林俊卿大夫的 烟音练声的八个步骤里头 第一个无声练习的 第一个练习里头 学来的 我这里稍稍 进行了一些加工 下面先看 抬头 那就是说 抬头的力量 我们要强调 我们看看 看看王爱聪同学 后脖颈 看抬头 要有个很明显的 抬头的动作 这里 好 那张嘴是怎么样呢 靠抬头的力量 把上嘴 给打开 对了 一个伸出一个手指 固定着下巴 但是你这个 拳头要贴着胸部 一定要固定下巴 然后你又要抬头 下巴又给固定了 那只好上嘴 被动的给张开了 对了 很好 就这样再来 这个练习除了拉伸我们的牙关之外 也是要练下巴 把下巴给练松 刚才说了 三个部位是我们发生时候 要注意放松的部位 练松 我们养成一开口说话 下巴不动了 不要 下巴去用力 下巴不要去用力 而是放松 让上嘴来说话 让后嘴帮助说话 好 再固定 拳头要贴着胸部 这样 你这 这个手指 才能管着下巴 不让它动 下来 把我们的嘴 分成 上口 下口 上嘴 下嘴 这上面是一个口 把他理解为上口 盖 然后我们下面的嘴固定之后 靠抬头的力量 把上口盖给 揭开 然后下巴不要动 让他上面的口盖 掉下来 盖下来 不动的 他被动的等着他合嘴 而不是 不要下巴主动去合嘴 再来 再示范一遍 嗯 很好 每一次的张嘴 尽可能要张到极限 这样 每一次都向极限 冲刺 你的锻炼效果 就越来越 加强了 每一次张到极限 嗯 很好 但是必须在 下巴 放松的基础上 去追求极限 不能把下巴给练硬了 不要练紧张的 好 再来 再示范 这就是抬头张嘴 好 第二个张嘴 就往里头 更加 锻炼 更加往里头去锻炼的 第二个张嘴是 哈欠张嘴 自然的打一个哈欠 不要去做 不要去假装打哈欠 真的去打 这样 肌肉才放松 才自然 嗯 真的打 打得好像 人类都要打出来 真的去打 嗯 这个打哈欠 咱们朋友们 你们要是有镜子的话 用镜子照一照里头 你会发现 当你一打哈欠 软饭 软饭就抓起来了 软饭就抬高了 这一个张嘴 重点就是练你的软饭的上举 反复的上举 反复的上举 这个软饭它就有力量 刚才说了 软饭要用力 但是呢 我们不能笨重的用力 如果经常这样练哈欠动作 我们的软饭 它的自觉性就提高了 只要你一开口 软饭 它稍稍 也不需要太过夸张 它稍稍有一点抬高 口腔里头的喇叭就大了一点了 做一做哈欠 真的哈欠 真的哈欠 眼泪都要哈出来了 真的哈欠 好 下面再进一步要求 我们自然的打哈欠是这样的 嘴张大 你边做我边说 嘴张大 深深吸一口气 然后这一口气吸够了之后 马上就塌下来了 同时呼气 这是自然打哈欠 我们要稍稍把这个动作 稍稍改造一下 加工一下 就是在你自然打哈欠 当你的软饿上去 到最佳状态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的口腔内部的空间 达到最凉的空间的时候 最好的空间的时候 悬挂在那个地方 不要动 坚持一下 坚持悬挂在那个地方 不要马上松下来 不要像自然打哈欠那样 马上就松下来 吸够气就松下来了 吸够气了 悬挂 把软饿悬挂起来 坚持 坚持到坚持不住了 再松下来 又来一次 这个时候 在你坚持这个 最佳状态的这个过程中 你的气息是不进也不出 但是你心里头要想一想 好像这个气还在不断的进去 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因为我们人体 当你吸气的时候 共你的呼吸 呼吸通道 呼吸通道同时也是共鸣通道 它是松开的 当你呼气的时候 呼吸通道 也就是共鸣通道 就关闭了 我们就通过这样 想象 我还在吸气 还在一点一点的 气流一点一点的进去 虽然它不进也不出 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保持你的 呼吸通道 扩充 让它张开 而不要关闭 这个练习有什么目的呢 练你的肌肉的惯性 它的惯性动作 惯性的力量 打个比方 比如说驼背的人 我想大多数的驼背 它不是天生旧 它的骨头就弯曲 就驼背的 很多人 它是一开始有不良的姿势 寒背 一次 寒背 没关系 一千次 一万次 我想可能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千千万万次 日急月累下去 怎么样呢 它就固定了这个不良姿势了 它的肌肉就记住了 它就有这个习惯性的力量了 它记住了这个弯曲的状态 它永远驼背了 再也执不起来了 如果它想要重新执起来的话 必须来一个反方向的千千万万次 日急月累 长年累月 这样练 练多了 它形成了新的记忆 形成了新的肌肉的惯性力量 它可以直起来了 那我们这个 也是利用哈欠 前半部分的这种 深吸器的动作 让后口腔给抓起来 让鼻炎腔给疏通 扩张 形成这种惯性力量之后 我们一开口 这个肌肉就比较自觉 它就会让你的共鸣腔体 比较通畅 然后我们用比较通畅的共鸣腔体 去发声的话 这个负担大大减轻 声音也会越来越变得好听 好 继续再做一个 哈欠 好 气吸够之后 坚持不要动 嗯 不要动 坚持不住了 再下来 这个练习 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做 如果是旁边有很多人 你不好意思张口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 闭着嘴来 或者稍稍 露出一点小小的嘴 里头在哈 关键是里头在开 外面可以不开 闭着嘴 一样可以哈欠的 这时候你会体会到 鼻烟腔凉凉的 嗯 提会到了啊 当你鼻烟腔凉丝丝的时候 那你的鼻烟腔就松开了 只要你的鼻烟腔松开 那你的共鸣上通头腔 下通 喉腔 胸腔 这个共鸣就有 整体的共鸣 它就有立体感了 所以你感受到这个 鼻烟腔凉凉的地方 你就体会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发生的 这些练习呢 你时不时体会一下 我的鼻烟腔凉凉的 声音就贴着 凉凉的地方 出来 嗯 好 下面第三个张嘴 惊吓张嘴 这个就更夸张了 夸张一点 不要笑 一笑就不是惊吓了 想象自己一个人生根半叶 在很偏僻的乡间小道上 突然间闪出一个黑影 抢你的东西 要钱还是要命 突然间 倒吸一口凉气 吓一跳 这个时候 你的小舌头肯定是上去的 这个练习就比前面两个张嘴的练习 更加强了 幅度 力度 他在一瞬间把小舌头给抓起来 软恶就更不用说了 整个的抬高 小舌头的两边这个拱门式的东西 这个就叫做恶烟弓 恶烟弓 向中间一靠拢 好像关门似的 小舌头就往上贴紧 这就更把你的 烟布这个地方的肌肉 得到了良好的锻炼 这个可以不用哈欠那样坚持 你就然后就下来 马上放松 因为这个练习比较夸张 你一下子会很僵硬 然后你维持这个僵硬动作 久久之把你的僵硬的习惯练出来了 所以一瞬间马上放松 对 马上放松 马上放松 很好 咱们再完整的把三个张嘴练习 完整的示范一遍 抬头张嘴 点着下巴 手 贴着胸部 如果觉得一个手指管不住的话 加多一个手指 按着 按着它 甚至可以 八个手指来管着下巴 关键就是你抬头的时候 下巴不要往上翘就行了 好 抬头张嘴 三次可以了 第二个 好 再做一次 嗯 往上 嗯 好 哈欠张嘴 坚持一下 真的打 自然一些 嗯 很好 嗯 松下来 再来 嗯 再来 嗯 好 惊吓张嘴 一瞬间打开 一瞬间放松 嗯 好 第二条练习就是 纯积的操练 纯积练习 我们要注意 记住一个要点 就是 我们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养成 唇齿 紧紧相贴的好习惯 嘴唇稍稍有一点 往里头抓一下牙齿的感觉 贴紧牙齿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去练 练 练多了 在你开口 在你开口说话的时候 在你开口说话的时候 你也会很自觉的嘴唇抓紧牙齿来说话 贴紧牙齿来说话 你们不妨试一试 你们不妨试一试看 如果你说话的时候 唇齿松松散散的 声音不好听 字音不清晰 听起来感觉 好像有点 粗鲁 如果只要我们稍稍有一点意识 嘴唇往里头抓一下牙齿 贴紧牙齿 这样来说话 你的用力的部位就 用力的面积就减少了 你松松散散的话 力量的分布 到这一圈了 你集中 中间点上来用力 这样来说话 字音会很清晰 字音一清晰 你就可以很小声说话 人家也听得到 在课堂上用声 我们绝对不能够大嗓门来上课 大嗓门上课 一方面里的 整个形象破坏了 声音形象破坏了 学生一听 觉得你这个老师 好像很没修养 很粗鲁 要是 你稍稍嘴唇往里头收紧 点上来用力去 咬字 然后 你出来的声音 听起来会比较 有优雅 比较文雅 很有修养 是吧 你又可以轻轻的说话 人家又听得到 如果你是用大嗓门说话 前面几排 听得很刺耳 很烦躁 这样 学生的注意力 他的维持的时间 就很短 因为你听觉 老是受到这种 强噪音的刺激 他很快就 很快就疲劳了 听觉一疲劳 他就开小差了 注意力不集中了 这样就大大 减弱了你的工作效率了 如果你轻轻的说话 然后字音清晰一些 这样 前面几排的同学 听起来 声音很小的 然后 后面的同学 照样听得很清晰 这样他的 他听起来舒服 舒服的话 他维持注意力的时间 就会比较长 你的教学的效率 就提高了 好 下面练习 首先是一个脸 先把嘴唇搓到中间 注意啊 我再提醒 唇齿相贴 力量集中在脸上 好 现在向两边裂开 记住 唇齿相贴 力量分布在 一条线上 再来 脸上 线上 磨着牙齿来练啊 点上 线上 点上 线上 熟练之后 可以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 让这个唇肌灵活一些 加强他的灵活度 这个练习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做 下面开始 一步一步增加难度 那就是撇 左撇右撇 上撇下撇 首先是把嘴唇抓到中间来 拉长拉细之后 抓紧它来往左边撇 撇的时候不要松开 不要散开 抓紧 左撇 右撇 左撇 右撇 左撇 右撇 嗯 下来更难了 上撇 下撇 嗯 撇的时候 还是要收紧 嗯 收紧来扁 好 第三个 更难 转圈 先把嘴唇收到中间之后 拉紧了之后 然后 转圈 左转多少圈 右转也要多少圈 否则肌肉发育不平衡了啊 这个练习 如果是一开始做不到的话 没关系 你先做简单的 先做脸 先做撇 时间长了 你的嘴唇会比较有力量 有力量了 你再来转圈 第三个是 舌机的操练 舌机第一个是舔 舔上 舔下 先做舔上的动作 把舌尖 舔着上牙齐 顶着上牙齐之后 往里头勾 用舌尖往里头勾 舔硬额 再往软额地方舔 最后再努力往你的小舌头去舔 要尽力去舔 总有一天你能舔到小舌头的 一开始恐怕比较难 没关系 你就舔你的软额 然后每一次都往深处去舔 舔多了 总有一天 你能舔到小舌头的 舔进去 舔进去 好 第二个是 往下面舔 舔下牙齐 然后往舌鸡蛋舔进去 而同时 舌根 拱出来 舌根拱出来的时候 要注意 舌头的中间 让它凹下来 躺下来 两边翘起来 中间 凹下来 一开始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没关系 找一根干净的筷子 每伸出一次 你按一下 伸出一次 按一次 按多了 自然而然舌头就能躺下来了 这样里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的舌头 在发生过程中 最容易产生的毛病是 中间拱起来 中间一旦拱起来 你可以想象 口腔内部的空间 就给舌头占用了 如果一开口说话 舌面 躺下来 凹下来 这共鸣空间 口腔的共鸣空间 就增大了 我们通过平时的这种 肌肉的 纯肌肉的操练 练出这种舌头的好习惯 然后我们开口说话 不用去想它 我们练的目的是要练到 一开口就不去想 我的舌头要怎么样 我的嘴唇要怎么样 不去想 不要去想 我的顾鸣要怎么样 他自动自觉去完成这个动作的 这是练习的目的 不断的练 中间凹下来 第二个是 顶 顶内甲 左顶 右顶 用力把它顶得鼓起来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的舌头变硬了 变尖了 使劲了 这是可以锻炼舌肌的力量的 刚才第一个动作 上天下天跟这个顶 都是练舌肌的力量的 舌肌要是练出力量来了 然后你说话的时候 舌头它可以轻松的用力 如果舌头没有练出力量的话 它就会笨重的用力 笨重的用力必然会影响共鸣 再练一练 好 然后顶上唇 好 最好是 在唇指之间转转圈 把整个一圈都给顶起来 转圈 这个也是左转多少圈 右转也要多少圈 嗯 很好 第三个是身 首先固定下巴 像刚才那个抬头张嘴一样 把口腔往树的方向给打开 嗯 往树的方向打开之后 然后上嘴笑一笑 把两边的大牙给露出来 笑一笑 真的笑 下巴不要往上翘起来 嗯 然后这个嘴尽可能 那就是往横的方向打开了 先是从树的方向打开 跟着在这个基础上 往横的方向打开 一笑 上嘴 上嘴 一笑 就往横的方向打开了 打开之后 固定这个口形不要动 尽可能 打开 固定不要动 然后这个舌头松松的 出来 松松的进去 怎么才知道你是松松的出来 松松的进去呢 出来的时候 如果舌头是舌尖 舌尖是圆的 舌尖是圆的 就说明舌头是松的 如果是尖的 尖的 就说明舌头用力的 怎么才知道你是松松的进去呢 舌头进去的时候 不要往里头缩 更不要翘起来 伸出来 进去 伸出来 进去 不要这样 伸出来 缩进去 伸出来 缩进去 这样就是紧张了 伸出来之后 翘起来 伸出 翘起来 也是紧张了 只有这样 这个练习 在练你的 开口的同时 也练 舌头的放松 刚才那两个练习 顶 舔 这是专门练 舌头的力量的 这个是专门练 舌头的放松 我们在说话过程中 舌头 要会用力 也要会放松 什么时候用力呢 就是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的字头 也就是辅音 这个阶段 舌头是一瞬间收紧 轻巧的 有弹性的用力 收紧 一旦这个爆破完成 摩擦完成 也就是字头完成了之后 过度到字腹 也就是孕母 这个部位的时候 舌头要会放松 一瞬间放松 而且不是松松 好好的放松 是有弹性的放松 我们这三个动作 两个动作 是专门练力量 一个动作 专门练放松 练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说话的时候 舌头自动自觉 它会在你 该用力的时候 一瞬间用力 该放松的时候 一瞬间放松 这样你的字音的质量 声音的质量 就能提高了 对 就这样子练 但这嘴不要动来动去 固定 钉在那个地方固定 不要动 不要一进去的时候 嘴就合拢 不合拢 一直固定 上大牙全露出来 这个练习好处非常多 你们可以看 或者自己摸着自己的喉头 然后再伸舌头 看这喉头在动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的动 这个练习啊 对 恢复 嗓音的疲劳 修复 嗓子的损伤 或者 对你用声之前的开嗓子 好处非常多 你用声之前 伸伸舌头 它可以很快 开嗓子 用声之后 嗓子疲劳了 有损伤了 伸一伸 它很快得到修复 为什么呢 这就是在做嗓子保健操啊 舌头一伸 猴头一上一下的动 很快 嗓子就放松了 疲劳就消除了 声音就有水分了 有的朋友也许以为 哦 我嗓子累了 我就晋升 我就不说话了 当然 这个是很好的修复手段 嗓子累了 确实要休息 但是 晋升只是其中的一种休息方式 这种方式不是最好的方式 它是消极的休息 我们换一个思路 积极的休息怎么样 什么叫积极的休息 这里又要讲一点道理 任何一种运动 如果你是长期 重复着相同的运动方向 相同的运动方式 时间长了 一定疲劳 疲劳了 你还是维持 相同的方向 相同的方式 运动一定受伤 受伤了 还是重复 那就酿成晚级了 好 刚才说了 你可以消极的休息 晋升可以恢复 没错 但是我们如果改变运动方向 改变运动方式 怎么样 那是一种积极的休息 积极的休息 远远比消极的休息 更快的消除疲劳 修复损伤 而且 它还能够大大的增强运动机能 所以为什么马克思是天才 爱因斯坦是天才 马克思 你看 他 资本论 社会科学的这种思考 累了 他计算数学题 他就在利用 积极的休息 爱因斯坦 你看相对论多抽象 累了 拉小提琴 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 他在大脑的这种各个不同的区域 轮换着工作 轮换着休息 这样他 疲劳恢复的更快 而且在他恢复疲劳的同时 他大脑的网络 形成更广泛的联系 这样他就聪明了 他思考问题就能从 不同的角度 从很广泛的 这种视角 这种视野 去思考 所以他就伟大就伟大 在这个地方 我们普通人 写完章写累了 看书看累了 睡大觉 你是不是 当然 当你体力实在是很疲劳了 整个人需要休息的时候 消极的休息也是需要的 不是完全否定 但是更多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我们整个身体都累了 我们就运用这种 轮换休息 轮换劳动 改变运动方向 改变运动方式 这样的办法来休息 休息的同时也是一种锻炼 所以他就会 很快消除 消除疲劳 因为他不同的方向去拉动 这些肌肉的时候 他促使了局部的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良好的话 他就不断地把这些杂质 废物 细胞的尸体 老化的细胞 还有这些病菌 都携带 通过良好的血液循环 不断地把它携带出去 把营养携带进来 所以他就会越来越健康 今天示范了这么多的练习 如果你没有这么多时间都做的话 这个练习你每天坚持 一有空就生 充分地利用我们的闲散的时间 一边做别的事 手在忙活 一边在那里练 练多了之后 你这声音会越来越洪亮 你的这里的毛病会越来越少 喷发 唇阻音 唇就是双唇成阻 然后气流突破阻碍 发出 注意 不要这么紧张的用嘴唇 嘴唇松松的 一瞬间 点上来用力 力量集中在嘴唇 两唇内侧 尽可能小的 点上来 不要满嘴唇 这满嘴唇用力的 还不如不练 因为练出你的坏习惯 练出你 这样 嘴唇松松散散 集中在上唇下唇 内侧 尽可能一点上来用力 很轻巧的 轻巧一点 马上弹出来 注意 肚子要弹动 横咕摸要跳动 哈哈大笑一样 这里弹一下 轻巧的用力 第五个是 谈发舌阻音 舌尖成阻 挺好 还懂得集中用力 就这样 不要整个舌头来用力 这就会练出 笨拙用力的习惯 就是在舌尖的 尽可能小的点上 一敲 一敲 很灵活的 一敲 马上放开 一敲 不要等到这里去 等到这里来 等到这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